今天我来给大家做一款紫菜花生饼 特别的简单 但是你没想到它这种搭配很好吃 首先这个紫菜到处都有地方买 能买到免洗的最好 没有的话不管怎么样 我们给它洗一下 这种紫菜看起来很蓬松 这里面才15克 然后我就给它快速的洗一下 洗的时候先别把它弄碎 让它一整坨洗 这样不会散掉 快速的漂洗一下 尽量不要浸泡 如果比较碎的话可以用过滤碗 看看有没有沙子 一般是没有的 我这是免洗的 好 把紫菜的水分挤干 洗干净之后咱们再用剪刀把它剪碎 我准备了一些花生大概30克左右 可多可少 那么很简单 如果你是烤熟的花生就可以现场用了 那我这是生的花生 稍微挑一下 一些不好的要拿掉 然后放在锅里把它炒香 或者烤香把它烤熟就行了 用小火不要太大的火 慢慢的把它炒透 如果太大的火的话 外面焦了里面还没透 所以我们要用中等偏小的火 炒到外皮酥脆开裂 最简单的观测方法就是 一个是它皮开裂了 那个花生表面会出油了 会点油油的样子 而且你会听到哔哩巴拉的声音 哔哩 听到没有 有这个声音就行了 就可以关火 利用余热在锅里 再炒它一分钟 不需要特别的酥脆 稍微凉一下 你可以把皮去掉 也可以不把皮去掉 无所谓 我就稍微的切几刀 就给它切成半颗这样就行了 它不会到处滚 切点葱花 加点盐 加点白胡椒粉 我会稍微多一点 你不想吃那么辛辣的少饭 然后就是淀粉 我用番薯粉 你可以任意的 土豆淀粉 玉米淀粉都可以 现在是需要水去调的 但是我不确定 每个人洗这个紫菜的时候 里面留有多少水分 所以这个就要看情况 我们先抓一抓 抓一抓它这个是还有干粉 咱们就用水 我这里呢 先来一勺 一点一点加 就是加到它没有干粉为止 给它裹到紫菜里面 你看现在还有干粉 底下还有干粉 就再加一勺 我大概就是三勺的淀粉 三勺的水 总之就是揉到这种底下没有干粉了 这样就可以了 好 现在这个我用的是铁锅 你用不粘锅就没什么问题 冷油冷锅都可以 但是我用的是铁锅的话 一定要把锅先烧热 烧到非常非常热 就是开始有点冒烟的样子 因为烟上来了 咱们把火关掉 就把这个铁锅的毛孔给打开 但是呢 这时候铁锅非常热 这时候放油进去又特别的油烟大 所以这时候稍微给它凉它十秒左右 好 再把油放进去 不粘锅油可以少放一点 铁锅就要多放一点 把底部cover住 好 现在的缝隙就被油填上了 好 我们现在再开小火 小小的火 这个呢 我分两块煎 就给它压平 开始的时候先别急着放面 花生的话给它放中间去 因为它这个有淀粉 所以它会粘住没关系 好 压平一下就行了 很漂亮亮晶晶的 这个重点就是粉和紫菜的比例 掌握好了就很好吃 稍微煎一下 两面煎酥就行了 因为它这都是熟的东西 非常好吃 非常好吃 然后把第二块就切一下 另外一块也好了 花生也不会掉下来 对 这花生不会掉下来 它这个就是有粘性的 把老条来尝一下 有海鲜也有肉的感觉 这个花生拌在里面 很挑味道 把它突出出来 什么叫很挑味道 就感觉很香嘛 很挑味道 这真不错 这个是一个很神奇的味道搭配 因为紫菜呢就非常的鲜 就像放了味精一样 然后它加了淀粉以后呢 它有一种糯糯弹牙的感觉 再加上花生的略微的一点酥脆夹在里面 非常好吃 很特别的搭配 赶紧试一下 相信你会停不下来